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週日提議 成立一個為期六個月的緊急政府 來應對武漢肺炎危機 結束以色列在一年時間內 第三次無定論選舉後的政治僵局 而針對內塔尼亞胡的貪腐指控案 以色列司法部長週日表示 由於武漢肺炎將推遲到5月24日開庭 以色列在過去11個月內進行過三次議會選舉 最近一次是今年3月2日 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利庫德集團和同盟雖然勝出 但不足以在議會形成多數席位 面對全球肆虐的武漢肺炎疫情在以色列造成的危機 總理內塔尼亞胡週日提議 成立一個為期六個月的緊急政府 內塔尼亞胡在推特上表示 與現任開手政府不同 由我領導的國家緊急政府將能夠通過預算 面對國際和國家危機做出艱難的決定 內塔尼亞胡還提議與老對手甘茨 共同組建一個任期四年的聯合政府 兩人各任總理兩年 甘茨表示對此提議持開放態度 內塔尼亞胡週六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會學習臺灣的經驗 定位與攜帶病毒者接觸的人 以色列將部分停止經濟活動 以最大程度減少武漢冠狀病毒的傳播風險 但這些措施必須經內閣批准 因為可能侵犯患者的隱私 目前以色列有193人病毒檢測陽性 但沒有死亡案例 許多感染者在過去兩星期曾乘坐國際航班 以色列要求任何入境者都必須自我隔離兩週 內塔尼亞胡還宣布 從週日起關閉商場、酒店、飯店和劇院 除非有必要員工不應上班 至關重要的服務、藥房、超級市場和銀行將繼續營業 衛生官員敦促民眾在社會活動中保持距離 不要在一個房間內聚集超過10人 針對大選前對他提起的三個腐敗案件 面臨的刑事指控 內塔尼亞胡否認自己有任何不當的行為 而北應在週二開始的庭審 由於武漢肺炎傳播的事態發展 以色列司法部長週日表示 審判推遲兩個月將於5月24日開始 如果受惠罪名成立 內塔尼亞胡可能將面臨最長10年的監禁 另外的違反信任和欺詐指控 最長可判3年監禁 新唐人記者徐哲、張祺綜合報導